近日中国新闻社记者走访了位于江苏南京的河海大学 蓝沧江湄公河学院 记录外籍留学生的日常故事 王帝邓明轩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2012年他们从老挝来到中国就读于河海大学 蓝沧江湄公河学院 我是哥哥王帝 我是弟弟邓明轩 我们来自河海大学南门学院 我是2022年来这里学习中文 通过NSK试级才能读本科的 2023年我第一年本科生 我是在河海大学学习鸡排水 因为在老挝鸡排水这个学院教育比较不够的 所以我就选河海大学这个学院来学习 我想加强我这个学院 我性格比较冷静点 我一点可能是比较有坏的 第一次经过中国 就是我大哥分享给我 就是中国南京比较好看 邓明轩的性格更活泼一些 他除了爱健身 其他爱好也颇为广泛 我对电子设备特别感兴趣 我选择的专业是计算机和选入技术 我喜欢打羽毛球跑步 我也非常喜欢打高腹球 我觉得很有意思 一对双胞胎 两个大男生 在学习之余 王迪也会陪同邓明轩去逛街购物 王迪说 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 也是一座历史与现代相容 传承与创新并进的城市 不过 两兄弟对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偏爱 不仅于此 谈及未来的打算是 王迪邓明轩同记者说 一定要学好专业本领 担任南美友谊使者 我珍惜学习的机会 希望毕业后 为中国和老欧两国发展尽一份力量 我希望学习中业本领 了解中国国情 未来做一名南美友谊的交流使者 因为现在老欧和中国 也有终老高贴 来中国比较很简单来的 很方便 可能会来昏迷找一个工作的 供饮一江水 命运仅相连 据了解 在蓝煤合作的机制下 2022年 河海大学获皮建设 蓝苍江煤公和学院 近些年 该院不断拓展在水利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水资源工程等领域的突出优势 努力扩大蓝煤合作的朋友圈 开创人才培养的新航道 开创人才培养的新航道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